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到重庆 你会想到什么 火锅 山城 雾都 而对于我来说 重庆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城市 因为我是图身图脏的重庆站内 如果不是因为工作回重庆 除了祝福里头 我终会找一些小店来做几天 体会一下来着你重庆 那边是东水门大厂 下边是一些 锁道 可以做锁道 要不然下去做锁道吧 这么近 这个锁道真的挺近的 请问这个锁道应该怎么去 关注重庆长锁锁道公司就可以预约购票了 谢谢你 谢谢 我从酒店走过来两分钟 好已经到了已经到了 这里就是重庆很有特色的锁道 大家跟我来 还有很多人排队的 还有很多人排队的 我因为在酒店的网上已经买了票了 所以不用排队了太好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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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变成旅游工具 挺好玩的 我小时候做过一次 很多年没做了 找到童年的感觉了 哈哈哈 很停烈 甚至关注重庆诇 我 Terimaal它 比较神将近的最后 behind the wall 是天洋味的 优优独播剧场 你是不是太这时 把能量还没有 有一个优独播剧场 我超过来 的 还是记得要勤洗手 刷蕾了都会揪点血一会儿 其实这间小店都有点像重庆的缩影 既有现代的细节又保留了一些传统元素 小店虽然不大 但是做起黑巴士 我认识美刀猪 我认识美刀猪 说起我的成长 还有点像嘉林江或长江里头的水 有时很平静 有时有一点点浪花 偶尔也会有汹涌澎湃的波涛 染和两江之水活而无疑 奔向更为光溃的大海 当我看过了世界的大和美 我还是最喜欢重庆 所以每会儿回来 我都要去拍重庆的T卡 吃完重庆小面 搓顿麻辣火锅 因为那点有我最纯真美好的童年 记得小的时候没样子玩具的 和蚂蚁螂螂都可以耍一天 也记得到妈妈牵到我的时候 去望江头看夜景 那简直高兴惨了 还记得到老孩用自行车搭到我 送我起踢小 那些画面 都会让我追忆一辈子